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出席国会听证会 被共和党众议员问到 会不会承诺推动台湾参与世卫 以及邀请台湾参加拜登主办的民主峰会 布林肯非常坚定一口答应 我们诚挚地感谢布林肯国务卿 再度地公开的支持 表达对台湾的一个坚定的支持 外交部乐见布林肯对台湾的大力支持 而布林肯也宣布将在18号 和国安顾问苏利文 一同在阿拉斯加会晤中国高层 美中高层即将会面 不过顺位却是排在日韩之后 布林肯与国防部长奥斯丁 将先在3月15号到3月18号 先到日本南韩访问 紧接着再回美国 布林肯改汉苏利文一同前往阿拉斯加 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杨洁篪 以及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会面 这也是拜登政府上任后 美中高层首度会晤 不过鸣嘴分析 杨洁篪之所以同行 是因为美方对王毅的战狼外交颇有为辞 美中高层将在18号会面 布林肯仅透露会对中国 清楚表达美方关切的议题 台海局势势必成为关注焦点 我们刚才看到美中高层 即将在3月18号 就要在阿拉斯加会晤了 我们先来看一下 美方派出的是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以及美国国安顾问苏利文 中国这边是要由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领军 不过我们看到同行的 还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杨洁篪 我首先要来先来请教的是俊哲议员 我们看到这一次双方 这是在拜登新政府上任之后 美中高层第一次这样面对面的谈话 今天白宫发言人的最新谈话 他说这一场会晤要表达 对于台湾香港的严重关切 而且还要谈到有关于武汉肺炎疫情的透明度 以及新疆的人权问题 这些问题对中国来讲都是相当棘手的 所以很有可能中国这次会晤会踢到铁板 我们从他这次两会看到中国的结论 就大概知道 这次会面的结果会如何 这是中国他非但不敢订定经济的GDP的目标 另外针对他国内的 只有制定一些什么经济发展等等相关的问题 他们也希望先内部营造一个共识 能跟美国好好谈 你看他最后只处理了香港 他也不敢直接说以后就不准选 他是直接说想办法阉割你的选委会 直接把选委会稍微做一点大动作没收 其实后面还是要跟美国做解释的 甚至在这之前新华社还讲一个 适不得 中美关系毁不得 人心相通之巧猜不得 他们最喜欢念这些 经贸往来挡不得 科技交流也断不得 所以其实在这之前 他们就已经稍微示弱了 因为确实中国面临一个很大的问题是 经济成长他现在完全抓不住 所以你看之前李克强讲到什么 两安家庆等等的 还有跟习近平的态度 我们本来就要打个折扣 因为李克强不小心说出来 中国还是有贫困的问题 但习近平说贫困的问题已经完全解决了 那这就是他们中国内部 其实没有完整的掌控 他自己的经济发展状况 而且现在看到他们很努力的 还是继续做大外宣 说可能在中国的投资越来越多 大家要有信心 甚至对台商都说 我们有很多的经济措施很好 希望你继续在我们中国投资 但是我们发现最后一个问题是 万一美国不继续跟你交流 恐怕中国会很惨 我们必定要面对一个问题是 美中台三方的一个关系 刚刚特别布林肯国会卿也特别说 台湾是一个科技重镇 重到什么程度呢 我再次跟大家解释一下 我们台积电为什么是护国神山 因为全世界现在只剩下三家最高阶的晶圆厂 可以做出现在可能未来包括AI 或者是无人驾驶汽车等等的这些晶片 最大的市占率还是台积电 台积电在全世界的市占程度是高达50几% 所以这样的一个科技重镇 美国怎么可能不跟我们合作呢 我们还要听中国去说两岸一家亲 你不要台独 你要乖乖的 然后继续派战机来骚扰我们 其实这在一个美台跟美中关系当中 大家渐渐觉得中国的不重要 尤其是美国 觉得对你是做敌意的一个判定 未来可以合作的是台湾 而不是你中国 中国随时都做着他的中国梦 未来也要取代美国的经济地位 一旦经济地位被取得以后 他当然就会做政治相关的侵略 美国已经很清楚了 未来要联合就是 包括除了政治上的联合 甚至我们国放上的联合之外 还是要供应链的重新整合 所以其实现在大家看得到的 很多台湾的为什么股票涨那么高 很多相关跟美国合作的概念股 都是以涨再涨 所以未来台湾发展 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重镇 我们如果还是听信某些政客说 我们要跟中国合作才会好 我们非要中国市场不可的话 恐怕我们先把它画先放在一边 我们静下心来想 未来美国跟台湾 也可以看看我们执政当局 怎么跟美国做更密切的合作 没有错 国际局势这边也要请教 这个冠庭执行长 我们看到在中国的两会闭幕之后 接下来紧接要登场了 就是下个礼拜四 杨洁篪跟王毅 要来PK苏立文跟布林肯 这一场会面 说真的要请教冠庭 到底像是对台湾 对香港的严重关切 美国应该算是比较站在台湾这一边的吧 主持人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刚才国务卿布林肯 在回应这个听证会的问题的时候 他特别强调三件事情 安全 价值跟繁荣 那我认为是按照这个 重要性是按照顺序的 安全第一 价值 然后再来才是繁荣 那在这个状况之下 他在听证的过程中 甚至一度这个要打断他话的时候 他还要继续讲说 台湾是什么样的一个政体 民主的政体 它是什么样的一个重要的国家 科技的国家 那是什么样的原因 我们要继续跟他交往 价值 安全跟繁荣的目的性 所以这个东西 我们要先把战略的这个层次先讲清楚 然后再到下一个部分 布林肯在多次的这个受访 或者是他过去的这个 的著作上面都强调说 几个问题 第一 新疆 西藏 香港 也就是说这个东西已经是上升到 这个价值上面的对抗 我们需要知道的是 美国跟中国的争霸的部分 不仅仅只有在安全问题 不仅仅是在这个地缘政治而已 它已经上升到接近像是 过去苏联跟美国的 这一种价值观的战争 那从2011年以后 2010年以后 这个新的这个科技的这种 不断的在这个增长的速度 假讯息也好 或者是错假乱 故意要介入美国的民主政体 这个状况越来越明显 过去是俄罗斯比较在行 但是中国是后期之秀 甚至它作为 它的这个以经济能量 作为它的这个后盾 它的影响层面更大 所以这一次布林肯也好 或者是美国国安顾问 苏联文也好 一定会再次的加强 这一部分的论述 也就是说跟外交部长 我们看到说这是 有人说是战略对话 其实不是的 不见得是这样子的 这可能是一次性也好 或者是多自信的前奏也好 这还不确定 因为我们必须要 很清楚的了解到说 这两个在价值上面的判断 一定会跟这两个 中共的这个高级官员 会有严重的冲突 因为这是不可能再退浪的 过去在2020年的选王局 刚选完的时候 大家认为说 这个拜登政权 可能会对中国就是示软 但是现在看起来 不仅是在贸易战上面 我没有看到 有特别大的浪步之外 甚至在民主的这个价值观上面 它开始在挑战中国 在不同的时间点 在不同的地区 都在挑战中国 那我认为这对中国也是一个好事 对香港人民当然更是好事 因为如果没有在外在的能量 再去促成这样的对话的话 我们就会看到 像刚才的这个 非常令人香港选举大改制 2500多票比零的状况 就会出现 因为内部没有制衡的机制的话 变成说中共高层 甚至已经不是中共高层了 甚至是变成习近平主席 一个人来做决策的话 对中国来讲是非常危险的 也就是说 所有的这种行政命令 变成说没有最上面的人拍板 没有办法定案 这种行政的这种怠惰 都有可能出现 所以我认为 这种美中在阿拉斯加的 这一个对话 短期上面来讲 会对中共施加压力 但是长期上面来讲 对中国人民 会增加他们对自由 或民主渴望的地道 那再次强调就是说 过去我们 2000年到2010年左右 国民党是把繁荣 然后接下来是安全 然后最后放价值嘛 那我认为说 作为一个最大的债业党 看起来是要调整他们的这个战略布局 这样来讲的话 也不会就是变成 被执政党当沙包嘛 因为你们的利润就一定是会 站不稳 所以一定会在这个部分 不断的失分 对台湾来讲 香港就是一个非常 血淋淋的例子嘛 那如果说有英国跟中国 两个强权 谈了十几年的这种 中英的这个条约 都可以无视的话 没有共识的九二共识 我怎么能够确保 他能够去履约呢 那既然不会履约的话 那有什么共识呢 是啊 其实从凤梨也好 到这个九二共识也好 到这个中英的这个谈判 到现在的这种对话 我慢慢都已经看到一个趋势 就是说 我们的期待 不符合中共的这个做法 也就是说 台湾对中共的所有的 你看起来是要强硬的 其实这些全部都是 作用力源自于反作用力嘛 如果不是这样子对待我们的话 我们不会有这样子反抗 如果不是这样子的 不honor他自己的 这个承诺的话 我们也不会不相信他们 这些都是其他有之的 好 我们看到的是下个礼拜四 马上美中高层 就要在阿拉斯加好来会面 这是首度的会晤 拜登上任之后第一次的会晤 不过我们也看到 这个的时间安排 是不是里面也藏有一点玄机呢 因为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他在建中国的高层之前 他是先到日本跟南韩去访问的 所以这样子的安排有没有什么政治上的意涵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再来请教家梁 回到节目现场 今天呢3月12号对美国也相当重要 因为今天呢美国就要跟日本印度跟澳洲 来展开一场四方安全对话的会谈 好 会谈结束之后呢 我们来看到的是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他将跟美国第一位非议的国防部长奥斯丁 一起呢出访日本还有南韩 好 那两位两个亚洲国家出访完之后呢 布林肯才要跟苏利文 再飞到阿拉斯加去会晤王毅还有杨洁篪 我想要请教一下家梁议员 这样的安排是要告诉中国说 你们的顺位是排在日本跟南韩的后面吗 当然其实布林肯直接讲得很清楚 他就是以日韩盟国为先 就是 他讲盟国 对 这是我的盟国 我以日韩盟国为先 那其实我觉得要做个对照啦 就是4年前 现在是川普上任嘛 拜登上任嘛 那4年前川普的政府他的国务卿 当时他的第一任国务卿Tilson 当时也访问了亚洲 那访问亚洲的时候 他也是先去了日本韩国 接下来去哪里呢 去中国 所以4年前的川普政府去了中国 但是现在新上任的拜登政府 他很明白的告诉你 我现在我不领肯要访亚洲了 但是我只去日本跟韩国 他就是没要去中国 中国我不去了 那你要不要来跟我见 很近耶 对 很近他不去 所以这就是一个很大的对照 我4年前就连川普政府 Tilson都还去了中国 日韩中 但现在我只去日韩 我国务卿我这次不去中国了 那换成什么 换成你中国王毅 你自己要不要来美国抗 你自己飞来阿斯加 对 你自己要不要来 而且他的态度感觉上就是 你要就自己来 不然我就不理你 所以结果你就看这个 中国两会期间 讲了多么的强硬 一战领舰 然后美国是最大的威胁 然后你要不要来 我还是乖乖的飞到阿拉斯加来了 所以你就说这就是 我就刚讲的是内应外软 那但是你可以看得到 其实这一次布林肯的行动 而且我再补充一个就是 他跟奥斯丁到了日本韩国之后呢 当然这个布林肯回到阿拉斯加 跟杨洁篪跟王毅会面 但美国的国防部长 奥斯丁要继续飞去哪里 他要飞到印度 所以你看他的整个的行程是 日本 韩国 印度 那这一个行程看起来 这一条线连起来 就是一个围堵中国的国防线 没错 对 所以这个态度已经非常明显了 我这一次的日韩会面 包括已经到印度 就是针对你中国 我就是要围堵你中国 你中国就是我美国的威胁 那你要不要来谈 而且布林肯其实讲得很清楚 你这次要来谈 反而是美国先下了前提 而不是中国先下前提 中国只敢说 希望美国冷静理性的 看待双方共同的利益 但是他不敢下前提 下前提是谁 是美国 是布林肯 布林肯说 如果我们要会晤的话 我们要谈什么 我们要谈香港 我们要谈新疆 甚至还提到了 他要再谈台湾 中国威吓台湾的议题 也会在他们这一次会面议程里 而且他告诉了 他的媒体也告诉在国会里面也说 这一次的会面 不是要回复过去美中之间定期的高阶会谈 就是这跟过去我们美中之间定期的高阶会谈 没有关系 我们这是先见面看看 而且会不会有后续 目前暂时没有后续 他讲得很清楚 并不委婉 非常肯定告诉你 暂时没有后续 除非这次会谈有新的进展以后再说 所以这是一个对照 四年前四年后 这次四年前是美国国务卿访中 这一次是中国你自己派人来 要来不来随便你 这样这是一个 第二个 这个会谈会不会有结果 是不是谈就一定有结果 很简单 我们看川普第二任国务卿蓬佩奥 蓬佩奥跟杨洁篪在夏威夷会面之后 有对中国比较好吗 没有 那一次的会面完之后 接下来一连串的法律修改法案 都是针对让美国跟台湾更开放 更亲近 这个更不受限制 对台湾甚至还更多更直接的这个 就直接表明我这是挺台湾 所以显然会谈不一定会有结果 但这个会谈说实话 也是中国 中方其实这个已经气球已久了 所以这次释出这样的讯息等于是说 这大家先谈谈看 有没有后续 美国认为不一定要有后续 也可能没有后续 很大的预设立场是不会有后续 那即便这样中国还是飞来 都已经讲得这么的热脸贴冷屁股了 已经讲这么白了 那你还是得飞来跟我谈一谈 所以代表其实中方的姿态真的是摆得很低 但是我倒这样子认为 就是这一切对台湾来说 就是台湾的一个契机 这次美国但非日韩也会跟未来 接下来美日印澳的亚洲同盟其实也有非常大的关系 等于说整个亚洲 现在整个印太战略亚洲 其实是美国非常重视的一个地方 这个地方的战略位置 其实对美国 有点是在之前落实 两周前才刚公布的美国的国安战略指南 美国国安战略指南里面就提到一段就是 美国会坚决捍卫中国周边的邻居 中国的邻邦们 他就直接讲中国的邻居 这个捍卫他们自己的价值跟生活方式 所以美国会帮忙 中国邻居们像现在看到就是日韩 就印度 美国会帮忙这些国家 让他们在自己可以做主张 而不会受到中国的威胁 现在看起来 这个战略指南不是只有说说而已 美国是发表完之后 马上就要开始落实 真的有在做的 真的是有在做的 那刚刚也提到 其实为什么大家现在对中国这么的感冒 其实你其实比较看看 像王毅之前因为他的战狼外交 光是捷克的这个参议院的这个院长主席 这个维特吉来访来访台湾 王毅就讲这个你们要付出沉痛代价 哇结果整个欧洲就炸锅了 每个国家都挺捷克 然后就开始骂王毅 其实到目前为止 我认为除了美国针对中国之外 还有一个国家其实我特别纳闷 因为美英法过去本来在外交上就有一致的步调 那像现在法国的核动力潜舰开到了这个南海 那接下来英国的伊丽莎白的这个航空母舰也到了南海 比较有趣的是德国 德国因为他的汽车工业其实在中国有庞大的利益 所以向来德国对于中国是采取比较温和的态度 但你看当王毅在批评捷克的时候 德国的外交部长马斯是第一时间在王毅面前说 不准威胁我们的盟邦 你凭什么去干涉人家的主权 等于是洗脸他的意思 洗脸他而且是当面洗不是隔着媒体洗 第二个是前几天德国的外交部长马斯也特别讲了 他会希望跟美国一起针对中国这个威胁 大家一起来谈谈如何制裁中国 这就非常的奇妙了 连德国现在都可以对中国有这么强硬的外交态度 而且德国其实也要派舰队到南海来 等于说美英法德四大强国的海军都在南海跑来跑去 就是针对中国的海经法扩张 你中国这么没有道理这么压霸 连你中国的武警都可以执行对外国船舰的攻击态势 这就等于是你要扩张钓鱼台会是问题 南海会是问题 未来钓鱼台可能会有冲突 南海也会有冲突 那想起来就是中国海经法 其实就是一个癥结 所以现在几大强国大家都秀到了 中国就是要在亚洲扩张的企图 所以联合对中国进行一个制裁 我认为其实到目前为止看起来 这样的态势不会改变 而且会越演越烈 没有错 这样的国际局势 也要来请教一下韦杰议员怎么看 因为布林肯还有奥斯汀 他们是亲自去出访日本跟南韩 然后讲到中国是叫王毅 他们自己飞过来 所以这很明显 这个态度落差非常大 所以现在看起来 美国对于中国的态度 其实是越来越硬的 其实我觉得这几年一直以来 美中两大强权一直在争夺 整个世界的一个主导的一个地位 当然第一个可以凸显到 我想在中华民国在这个位置上 所扮演的一个重要性 所以不管是在中国大陆 或是在美国之间 都希望可以把台湾作为一个 双方谈判的一个筹码 但我想这一次的一个整个谈判 但刚刚大家都提到很多 就是表示我们在整个印太战略上的一个重要的位置 但是我们还是必须强调就是说 在整个美中或是说 整个中华民国跟外交的 跟所有国家 西方国家的一个外交的关系当中 我们到底要扮演怎么样的一个角色 那这样的角色 会不会引发一些不必要的危险危机 但我还是必须常讲 我们对于中国大陆一天到晚 这个飞机绕台 我们是非常的不喜欢的 也感到非常的厌恶的 但是说他当然站在整个 他国内他必须要先安定 国内的一个紧张的情势之外 然后面对整个美国新的一个政局上来之后 他要怎么去跟他做一个互动沟通 所以可能或许才会有现在说 没关系我对内我的宣传是强硬的 但是我在国际上我还是秉持 因为现在拜登上来 或许不会像过去川普这么的一个 个人的一个强硬式的对待中国大陆 所以我想中国大陆现在也是在一个 一个测试的一个状态之下 先跟他做一个沟通 但是未来美中会怎么样一个合作 那这个时候中华民国 我们要扮演怎么样一个角色 我觉得这才是我们必须要去好好思考的 尤其我这还是必须强调 我们也很感谢世界这么多民主的一个国家 对我们的一个友善 但是别忘了这些国家 都还是服应一个中国的一个原则 那这个原则我想执政当局该怎么样去突破 让我们可以真正进入到国际社会当中 实质的获得国际社会的认证跟保障 才是必须我想也是执政当局 他必须要去思考的 而不是在这些强权当中 我们成为可能的一个牺牲品 好来美中静和的关系 邀请总理来帮我们补充一下 因为其实今天日本媒体传出的最新讯息 说有可能4月上旬 日本的首相菅义伟 就会到美国去跟拜登来会谈 可是说真的菅义伟如果真的见到拜登的话 中国习近平有办法吗 这个如果真的菅义伟首相要去到美国访问 我想中国也没有办法阻止些什么 不过因为现在目前整个国际的疫情 还没有看到一个更清楚的一个控制的局势 所以这个东西还有一定的变数存在 那我认为比如说像刚刚这个 我觉得韦杰一言讲的很好 就是说我觉得那个很好提醒 当然提醒说我们现在这个不要忘记说 世界各国都还是对于中国 这个是采取一个中国的原则 一个中国原则那就是在提醒说 确实台湾真的要 台湾就是台湾 那这个如果我们现在持续的在对外 那这个台湾未来要做成为什么样一个国家 我觉得这个要全体的台湾人民 要有一个共识出来 那这个东西我就觉得说 当然我们也不 我们是认为说一个中国 就是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这个原则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 现在你看到这个美国 这个美中之间的这个往来 我们台湾刚刚 我以前也提到了嘛 就是说台湾好像每次就是就是当做一个筹码 我觉得我们在野党的很多人士都习惯把台湾当做所谓的旗帜 或筹码这种方式来看待 可是这个我觉得就是对台湾真的太没有信心了 因为我们要知道在过去的外交上面 台美之间外交上面 过去这几年美国来帮助台湾 有比如说这个透过台湾旅行法 然后还有包含这个台湾保证法等等 那包含说过去本来就有的台湾关系法 及六大保证 这些都来协助台湾巩固 我们的自己的邦交国 现有的邦交国 那也阻挡北京政府持续来挖我们的墙角 这个是台美关系的一个很重要的 在外交上的其中一个成就而已 军事上我刚刚前面也提到 军事上川普政府任内已经有11次的这个军收案 前所未有 那这个包含可能未来甚至拜登政府 可能美军可能跟台湾的军队 会有更实际的合作关系 尤其包含在实际上的军演等等 这些可能都会有未来 未来也许会有这些重大的进展 那另外过去这个政治上 包含美国的政府的官员 最高的官员访台的问题 这个状况也是一直不断的发生 你可以看到去年这个美国卫生部长阿扎尔 来直接突破这个状况来到台湾的访问了 那当然是做所谓的武汉肺炎 来跟台湾做防疫上面的一个交流 另外本来今年这个 本来驻联合国的大使 本来也要来台湾 后来当然因为新任政府在交接的过程 所以临时取消 但是可以看到拜登政府上任之后呢 其实台湾 你看包括我们的驻美代表 消满情出席相关的一些会议或相关的这个活动等等 也都是畅行无阻啊 是啊 所以你可以知道说我们在跟这个台美之间的这个关系 跟我是真的觉得说 不要把台湾放在说美中关系里面 只是一个棋子或者一个筹码 而是说 刚刚一直在讲说台湾到底要扮演什么样 我们扮演的角色其实非常突出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们如果台湾自己在民主表现做的不好 我们在防疫的表现做不好 你凭什么有可以让人家认为你是一个棋子啊 所以我觉得说我们是要先做好自己啊 另外一个就是说 我刚刚也前面有讲到嘛 2027年就是这个所谓的共产党的解放军 建军的百年嘛 那当然说美国这些 美国印太是真的很好心的 来提醒说未来可能六年内 这个中国可能有攻台的计划或打算等等 不过也不是说一定会这样 我要做一些更进一步的诚信是说 当然这个中共有所谓建军百年的这个目标啦 那当然是首先目标对象就台湾了嘛 可是大家不要忘记 大家记不记得说 最近不是这个全球晶片短缺的问题吗 中国的也面临晶片短缺 你知道很多军事武器也是面临晶片短缺的问题 也是需要晶片的 所以你看到这一次包含布林肯 他们要去出访 包含南韩日本 然后要跟这个美日英号有一些相关的会谈等等 这所谓民主的结盟 其实某种程度也是在晶片上的一个结盟的关系 半导体产业如何说 作为抗中的半导体产业的联盟关系 我觉得这个都是未来值得去另外做一个期待的 除了关心这个国际情势之外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呢 等一下回头过来呢 我们要看到是台湾我们的藻礁公投已经冲破了67万份 所以现在呢对于执政党来说压力真的是越来越大 到底接下来要怎么化解这一波争议 我们休息一下稍后马上回来 在脸书上po出一张张连鼠书送达的照片 藻礁连鼠逼近65万大关几乎确定成案 但近来不止公投领先人盘中正被王浩宇爆出曾经守台电的7000万款项 蓝营积极支持公投 也被外界解读再帮江启臣铺连任之路 藻礁公投是一个完全没有政党介入 没有政党色彩 现在发动辅怨党的力量 亲自颤上火线抹黑分化恐吓 对于生态环境的保育 以及呢怎么样拥有到健康的生活品质 都能够符合便利的现代生活 这个三方面都要坚固 事实上是没有新的开发行为了 目前都是在已经填地的地方 在2016年之前填地的地方做的新建工程 执政党立委强调会多沟通 面对藻礁民意 民进党规划将举办白场说明会 总统蔡英文更在周三中常会上指示 必须像水银泻地一般 向民众说明清楚 农委会主委陈吉仲等人 更规划319之后持续跟环团沟通 因为外界现在也担心 如果公投过关三接停用 是不是会重启核四作为能源替代方案 都有持续的在跟我们团团的好朋友们 保持这样的一个沟通 我们跟所有的团体一样 我们都坚定挥合家园 我们都是要减煤降空污 而且要保护藻礁 工厂精神藻礁 澡礁工头是只有不可能呢 民进党硬要把它牵托在一起 民进党不是事事淡淡地说 绝对没有缺电的问题吗 澡礁工头牵扯出台湾的能源问题 如何通盘回话处理考验蔡政府 我们看到现在最新的进度 澡礁工头的联署人数 联署输已经破了67万份 即将要在3月18号 就要送到中选会送件的 同样也是公投的是重启核四公投 其实早就已经联署成案了 不过因为这一波能源转型的议题 议题现在被炒作起来 所以现在重启核四的公投 也越来越引发注目了 我想先来请教一下嘉良议员 这两个公投谈的问题是相当不一样 可是现在好像都已经混为一谈 是不是要好好来解释清楚 其实这两个公投的逻辑上 其实是相互违背的 两个是一个逻辑面误的公投 一面支持重启核四 一面又要珍爱找交公投 其实这个在整个价值观上是混乱的 为什么 因为这个为什么要反核 就是因为安全 因为环保 环保议题上就是希望我们是 尽量能源上是干净捷净能源 不要有太多 对环境有太多太多的负担 那珍爱藻礁其实也是环保价值 所以其实我们对于藻礁的保护 我们也相当的认同 其实从2010年开始 我跟郑文燦市长 我们针对藻礁保护的议题上 其实长期一直在关注 当时我们在讨论的焦点 其实在桃园南边的海岸线 大概在新屋 观音南边到新屋一带的海岸线 一直到新竹县的湖口一带 这部分的海岸线 其实当的确是有藻礁的生存 所以到郑文燦市长在2014年上任之后 其实就一直积极推动 藻礁保护的相关工作 包括像把它划设为 我们的这个 关心藻礁生态系的野生动物保护区 这个地方315公顷 那周边呢 因为他邻近新屋草榻 所以在草榻也做了一个沙丘的地质公园 它的面积是284公顷 那在新屋旁边还有一些食户群 那这食户群其实也做了这个保护 那一共有11座的食户群等等 那甚至还花了1500万做藻礁的这个保育教室 就是希望让更多的民众能够认识 也了解这个藻礁 这个保育藻礁的重要 所以这样的保护工作其实都一直在做 但是现在在谈的是什么 现在在谈的是 这个在桃园北边的海岸线的部分 那所以变成是我们南边的保护区 我们已经划设了 我们已经也做了 但在北边事实上 在民国这个80几年的时候 国民党政府就已经规划要做一个这个接气站 它当时开发面积有多大呢 当时开发面积是232公顷 非常的庞大 那当时我们为了藻礁的保护 其实就一直缩小缩小缩小 那缩小到只剩下23公顷 但除了保护材料之外 我们更多的希望说减少不必要的开发 因为海岸线很珍贵 我们在必要确保能源安全的状况下 满足发电需求下 减少不必要的开发 所以把原来国民党政府规划的232公顷 这个缩小到只有十分之一 就是23公顷 希望减少这开发带来的冲击 那当然这个藻礁的保育 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说实话桃园有很多的这个小企业工厂 桃园的中小工厂非常多 几乎是全台湾这个产值最高 每年达到这个造月以上的产值 但也因此带来了很多的污水 所以我们这几年郑文燦市长 也非常的加强污水的查契 包括开发 停业 移送罚办 罚金金额高达3亿多 就是希望减少污水对于海岸生态的破坏 今天我们如果看到这个环保团体 对于藻礁的保护 南边我们已经做了 北边如果全部也划设下去 桃园市的海岸线只有27公里 按照环保团体的要求 如果全部都要保护的话 变成这27公里全部都是保护区 连渔港周边都是保护区 那对于渔民的经济行动 其实也都会有相当程度的影响 过去他们是一度要求 要按照文资法来保护 我跟大家说明一下 按照文资法来做藻礁的保护 跟按照野生动物保护区的保护 有什么不一样呢 按照文资法 如果按照环保团体的要求 以文资法来保护这27公里的海岸线 这27公里海岸线 以后所有人要进去都要经过申请 你不能够随便的进去 那渔民的生活怎么办 更况其实有网友提到 现在他们所提的珍爱藻礁的大潭藻礁区 在过去其实是没有看到藻礁的 为什么 因为以前那边是观音海水浴场 是桃园县为二的海水浴场之一 北观音南竹围 所以那边以前都是沙 那只要有飘沙原则上藻礁就很难存活 所以过去那边是被沙所覆盖 所以那边以前就是海水浴场 就大家都在那边玩水啊办音乐祭啊办活动 办摇滚音乐会就都在那里办 一旦如果按照这个环保团体的要求 未来那边所有活动都不能办 不能有人为的活动 更遑论今天也可以看到这个 发起人潘仲正老师 动不动就带着媒体记者 在藻礁上面踩踩踩踩踩 你知道他们在上面踩踩踩踩踩 就违反了文资法所谓的保护区的规定 所以我们是希望藻礁的保护是应该 兼须对民众的教育 以及对民众的认知 让民众也能够在藻礁区活动 人跟藻礁共存 才是我们对于藻礁保护最大的盼望 而不是说藻礁摆在那里 就是保护它 人都不能碰它 我们都不能接近 你也不能有任何的经济活动 我必须说我觉得 人的经济活动一定会对环境带来破坏 但人的经济活动 对环境破坏的同时 这个经济活动的效果 到底是毒后了某个人 还是他是有利于全民 所以我认为今天刚好是3月12号 昨天是311 311刚好就是福岛日本核灾的10周年 我看到他昨天NHK的纪录片 其实真的是热泪盈眶 因为我会觉得真的 这个震灾其实除了海啸带来巨大的人命损失之外 核灾核辐射其实是现在更头痛的问题 他们10年了还没有解决 10年了我给大家看一个图 这个图是他们日本所谓的叫做归环困难区 什么叫归环困难区 就是这一片其实本来都是人民的土地 但因为东电的核电厂 东京电力公社核电厂在311中 因为被海啸破坏 所以造成大量的核辐射 所以原本可以看到这边有一大块绿色的区域 有没有 这个是10年前 就是刚311发生之后 化设的归环困难区 就这个地方我没办法还给民众 意思就是民众你不能够回去 所以我看到有些影片在那边拍的时候 他会在里面到处贴说 这边是归环困难区 还有关键就是 这个地方虽然房子还在 但你不能回来住 不能在这边留宿 甚至进去要申请 因为这个地方目前核辐射还是很高 10年了 从绿色的范围缩小到红色的范围 这个红色的范围是到今天2021年10年后的现在 它还是归环困难区 你还是不能进去 绿色的已经可以进去了 红色的你还是不能进去 10年了缩小的范围大概只有二分之一 只有一半 所以核灾显然是311正灾之后 对日本更大的伤害 所以到今天我们这个公投 如果今天我们因为正在藻礁 不要三接 不要天然气发电 如果我们在离岸风电 他们也反对 海岸型的陆基型发电 他们也反对 太阳能发电 他们说影响农地的生态 他们也反对 那请问我们要用什么发电 今天三接就是希望说 以干净的天然气发电 减少空污 对 台湾全国是不缺电 但问题是北部的高度用电 都是用中南部的燃煤电厂 发电 南电北送来的 我们今天是希望在区域的发电上 我们能更安全更捷径 所以如果这个不要 那就是重启核四 所以现在国民党提个重启核四公投 现在又来支持真爱找交公投 那如果真爱找交公投过了 我们没有三接 那是非就是 照国民党要的就是重启核四 那目前大家有几个备案 如果不要三接 三接不要再正爱找交 那就要回到台北港 那不然就是重启核四 我想现场有两位新北市的议员 你们可以针对这个东西 那是不是到台北港就到新北 新北愿意接受呢 重启核四 新北愿意接受呢 所以我认为这两个公投案 除了这两位新北市员 可以说明之外 我认为侯友宜市长 你势必要对这两个公投案 一个是核四重启公投 一个是正爱找交公投 这两个公投如果通过 接下来就是在新北市 新北市长势必要面对这个抉择 你应该要对这两个公投案表态 好 刚才议员拿出这个地图 可以看到是已经过了十年 福岛核灾的影响范围 却还这么大 真的看到这样子核灾的状况 綠营这边也呼吁说 国民党不要借着挺这个藻礁公投 让核四来死灰复燃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稍微回来继续来讨论 我们看到藻礁公投的联署书 已经冲破了65万大关 现在执政党压力很大啦 尤其农委会主委陈吉仲 也是贤命要去跟环团来沟通 不过之前约了一次被环团拒绝 那现在陈吉仲说会继续努力的沟通 来达到飞河 减煤 降空污 还有旧藻礁的目标 先来请教民进党的俊哲议员 现在是不是连地方名单压力都很大 我觉得看到这样的联署的结果 当然可能来自于一般民众 对于环保议题的关注 但是刚刚如果没有跟嘉良议员私下聊说 这到底是一个什么状况 我们根本对于藻礁的实际状况 是完全不了解的 所以我觉得倒是中央 除了跟环团沟通以外 我觉得还是要跟一般民众做沟通 说明啦 因为这是一个很大的议题 包括未来我们台湾的 这个能源政策是如何 那现在其实国民党比较妙的是 他只要是跟相关环境 有稍微的影响了 他就要全力反对到底 那绑的也是8月的公投 这一切都是为了政治动作 所以我们刚刚特别提到 未来我们这个议会开议以后 可能大家都要问侯友宜到一定 你这要不要支持重启核市 我倒是认为说 以一个反对狼来看 但是我觉得什么 中国国民党老是给侯友宜找麻烦 有时候找交这个 后续如果没有 可能听说就要移到台北港 那这又变成新北市的问题了 那你核市 核市也是在我们新北市 如果真的要重启的话 以后对新北市民 我们看到以后要回复到原来 万一有什么意外的话 要回复到过去的样子 这是不可能的 10年都不可能 20年可能也才回复一点点 况且我看到很多蓝营的民众是说 这可能以后这个核废料 都不是丢在这里 我们可以移到交给中国去处理 因为中国这么好心 他都每天派战斗机来跟我们巡逻一下 要来绕台了 你觉得核废料送给他 他会完全毫无条件的接受你 我觉得这样的幻想不应该继续持续 而是我们要面对环境的问题之外 也要面对我们未来能源政策的问题 大家要更好的生活环境 总要有一个方向 把它讲清楚 让未来人民有所依归 我想这次才是最好的上策了 我们看到现在国民党是力挺藻礁公投 要请教议员 因为刚才有讲到 如果说藻礁公投真的过关 那很有可能三接站 不盖在桃源 要挪去台北港 那就变成新北市的问题了 议员 所以我就说 其实国民党作为一个务实的政党 对于这些策略的一个攻防 说真的跟民进党比起来是相差太远 我们还是回到事件的本质 我们现在谈的是藻礁公投 为什么可以在这么短的时间 冲破67万份的联署 这些人当时都是跟民进党站在一起的 今天为什么会这个样子 我想我刚刚除了认同俊哲的议员讲 就是说 现在的国民对于环保意识非常的重视 所以你说真的是国民党去协助这个 我说真的 国民党目前的动员能力 没有你们想象中这么厉害 我必须老实告诉你们 都是民众自发性的认为说 对 这个要环保 而且过去你们谈的就是这些议题 那为什么现在不要了呢 或去抛弃他的呢 所以我就觉得说 今天针对藻礁这个议题 过去你们认为说不能盖 好那为什么现在要盖 盖的要盖 又是这么临时的被告知 然后临时的决定 就跟当时的莱猪一样嘛 为什么我还必须讲 这个藻礁公投联署的分数 还超越我们莱猪公投的那个速度 那为什么 民众为什么会这样子想 我认为作为一个 蔡英文总统讲的一个谦卑的一个执政党 可以去想想这些问题 为什么过去跟你们站在一起的这些环团 现在还是坚持走他自己的路 这第一个 第二个 为什么民众会这么加速的来做这个 就真的是国民党去帮忙他吗 我真的觉得 不要什么都扣在国民党身上 但最终最终 我觉得刚刚启会言说 那这个侯友宜市长要表态 我认为他作为一个首都长 他势必要说他一定要表态 但是我还是必须要告诉大家 现在中央是民进党执政啊 能源这些事情 你要告诉全民的 不是我国民党来告诉你啊 我们负责在野的监督 告诉你民众希望这样子 我们跟民意站在一起 那你们认为这个民意 是多数的 我们就把他们拿去